大家好,我是Renee 曾經聽過大馬的朋友說 過了霧霾天氣後就會踏入雨季 我也發現上午中午天明明很好 但一到每一天下午4-5點 一定會天色昏暗,還會下雨 每一天都很準時 我們都留意了好幾個星期 發現這個定律沒有變過 於是我們就趁VN的早上 整家人出發,出去玩一下 周圍看看和聊一下 我都上網做過功課 發現Sky Ride Vegetable Park這個公園 都挺適合小朋友玩 而且好像挺吸引 而這個公園就在Putra Jaya裏 我們都未去過布城 所以就決定過去看看 和帶小朋友一起去那邊玩一下 我們由蒲種出發 大概需要30分鐘的車程 乘搭一布城附近 就會發現周圍的建築物設計 都很精緻 你看看,橋樓也有暗花 真的很高貴點 而周圍的大廈外場 好像做了挑花 拿到整個城市周圍 感覺都很漂亮 練跳橋整個結構 就簡直好像藝術品一樣 加上背後藍天白雲的背景 真是好像一幅畫一樣漂亮 終於去到Sky Ride Festival Park 這個公園最大的賣點 就是可以坐全馬來西亞 最大的海氣球星空 在500呎高空下 欣賞布城的美景 還有記錄 一進去中間裡 就有幾個櫃檯 可惜原來Sky Ride Balloon 正在進行新工程 所以暫停 我們這次玩不到 除了坐Sky Ride Balloon 可以欣賞美景之外 這裡還有觀光船 一程大約45分鐘 帶來游覽沿岸的風景 沿途其實也有見到 有船經過 但就不知哪裏上船 至於我們沒有打算坐 所以就沒有刻意去找 遠途限 所有小食店都是無開的 在假日 在中午的時段 全個公園 是沒有一間小食店開的 簡直是奇景 這網上介紹這裡 有一個挑戰人體極限 體能和膽量的水上活動 究竟在哪裏呢 看上去好像幾好玩 就好像外國電視節目 俗Fair Frictus 的挑戰活動 但真心說 池水很骯髒 綠色的 設施也有點舊 雖然有舊身衣供應 但要玩 真的要有勇氣才能挑戰到 另外 在旁邊有一個 給小朋友玩的場地 但不好意思 全場一個工作人員都沒有 亦沒有寫上的一點是開放時間 但為何日頭不營業呢 難道真的天氣太熱 但坦白說 又未至於熱度 不能進行戶外活動 幸好我們自己有準備 雖然甚麼都沒有開 唯有玩玩自己的模型車 放下電線 公園的另一邊 還有一個小型賽車場 有路軌 又有橋 還有路障 而且都頗大 真的 不過很抱歉 原來有高度限制的 我家這兩隻大牛龜 已經超過大了 電動車 他們玩不到 他們倆只能玩雙人單車 既然可以玩 當然先回顧一下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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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天氣這麼好 配合這麼漂亮的景色 靈靈靈靈地帶小朋友 逛逛跑逛 出一出汗 感覺都頗不錯 這裡還有一個記錄了歷史變遷的紀念塔 環境好像去了科學園 加上大埔海濱公園一天 而在公園對外 就有一間牡丹樓 你有沒有留意到 裡面有一條滑梯的 走到整個人興奮奮 一於進去過一個冷河 吃點東西 我們還走到一個對岸的商場 發現了一個很有黑的商店 我在門口看了一會 都不知他買什麼 後來走到後面 才知道原來他是一間金店 實在太貼心了 媽媽買金的時候 小朋友可以玩什麼 就上滑梯咯 其實吸引我們過來對岸的 是這些房子 在公園那邊看來 整個風景很漂亮 一排一排的 又有管理感 於是我們就上網搜尋一下 然後就開車過來看一看 本來打算白藏過來 看看有沒有show room 或者gallery 但是我們發現是沒有guard 於是直接就開了進去 兜了一個圈 但是發現這裏 間間屋外面拍滿的 全部都是靚車來的 應該是一個不便的屋苑 但為什麼沒有保安呢 於是我就找了一個地產 了解一下 這裏每家屋建築面積有5200尺 land area都有4900尺 六房六次 有停車空間 樓底高採光度十足 也有私人命池 大家猜一下開價多少呢 業主開價430萬 放租的話呢 就萬二元租金 是馬子呀 是馬子呀 那幣都沒有啦 不要說馬幣呀 終於見識到不同級數的樓了 sorry 不好意思打擾了 我們臨離開布城 還露過粉紅色清真紙 唉唷我真的很想走近 拍多幾張照 其實我也很明白 這麼漂亮的景 是真的很想停下來打卡 拍照的 但在橋面停車 下車拍照的話 我真的不建議了 這樣做太險了 整體感覺 這個城市規劃得很好 既有住宅休閒的一面 亦有商業的另一區 整個分佈沒有雜亂 而且還很乾淨 我真心真的喜歡這一區 環境清優 建設得很好 硬件非常完善 可惜的是 未有很好的推廣配套 浪費了這麼漂亮的公園 和休憩設施 如果他們能夠更新 網站上的資訊 例如維修的通知 和店鋪的開放時間 這樣便會比較好